国宇十九人出战 石玉琦 陈宇飞 缺席 黄东平领衔 吕诗峰 王指一好签 2023年世界雨联马来西亚大师赛即将开打 由于石玉琦 陈宇飞等主力参加了苏迪曼杯 需要时间恢复状态 所以国宇仅派出了十九人身赛 由奥运冠军黄东平领衔 在此前结束的苏迪曼杯上 国宇不负众望 对史第十三次捧起冠军奖杯 其中石玉琦 陈宇飞 陈清晨 贾依凡 郑思维 黄雅琼等主力都为国宇夺冠 立下了汉马功劳 所以接下来的马来西亚公开赛 国宇就没有让石玉琦 陈宇飞等主力参加 南单方面 石玉琦休战 国宇共有四人出战 其中赵俊鹏在四分之一区 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 如果赵俊鹏能够取胜 将有可能在第二轮对阵头号种子安菜龙 不过 安菜龙现在有伤在身 不排除会退赛 李时锋在四分之二区 首轮对阵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 从签位来看 李时锋算是抽到了好签 因为同区的只有三号种子印尼名将 乔纳坦的实力比较强 李时锋有希望冲击四强 陆光组在四分之三区 首轮就会对阵四号种子马来西亚名将李子嘉 并且第二轮还有可能对阵未免冠军 印尼名将滋科 翁红阳在四分之四区 首轮对阵日本名将陶田贤斗 如果翁红阳能够取胜 将有可能对阵二号种子印尼名将京庭 可见陆光组和翁红阳的迁运都要差一些 两人晋级四强的难度都比较大 女单方面 王芷怡 韩岳 张义曼出战 陈宇飞与合并交休战 王芷怡是二号种子 直接进入四分之四区 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 如果王芷怡取胜 将在第二轮对阵日本名将奥远希望 和丹麦选手杰克斯菲德之间的胜者 王芷怡可谓是抽到了上上千 在决赛之前都不会跟山口线交手 并且同区的对手实力有限 王芷怡有望直通四强 韩岳是四号种子 被分进四分之二区 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 同区的最强对手 应该是八号种子 泰国名将布桑南 韩岳的签位也比较好 如果能够打进四强 就有可能跟山口线交手 张义曼在四分之三区 首轮对阵美国选手张贝文 第二轮有可能对阵三号种子 泰国名将英达农 同时六号种子 印度名将新度也在四分之三区 可见张义曼的签运要差一些 南双方面 国语两队组合出战 但是都抽到了下下签 其中 任祥宇 谭强在四分之一区 首轮对阵六号种子 马来西亚组合 王耀星 张玉宇 头号种子 巴尔菲安 阿迪安托也在四分之一区 何继庭 周浩东在四分之四区 首轮对阵东京奥运会冠军 李扬 王麒麟 同时八号种子 卡尔南多马丁 和二号种子谢定峰 苏伟毅全部都在四分之四区 女单方面 国语两队组合出战 但千韵同样很差 李温妹 刘璇宣在四分之一区 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 第二轮有可能对阵 桃号种子松山难位 志田千阳 刘胜书谭宁在四分之四区 首轮对阵五号种子郑奈寅 金慧珍 同时 二号种子 拉哈游 拉马丹地也在四分之四区 混双方面 国语两队组合出战 冯彦哲 黄东平在四分之二区 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 同区实力最强的 应该是七号种子金元号 郑奈寅 蒋正邦 魏亚欣在四四区 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 二号种子德波莎沙西利也在四月四日区 首轮amar三十五月五号 键花公司 五号流 四十七号 六号